热等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当地时间3月18日22时许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第二场会议结束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 第二轮会谈还算顺利 谈了很多地区问题 明天还有很多问题要谈 而对于媒体报道的第一轮会谈时 气氛紧张情况 王毅则回应称 谈不上紧张 双方阐述各自的立场 美方发言时强行留住记者 发完言就立即要求记者离场 不想给中方留发言的机会 美式双标又在安克雷奇上演 美方首先进行开场陈述 根据央视新闻之后的报道 美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两人的开场白严重超时 并对中国内外政策无理攻击指责 挑起争端 接着中方代表发言 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 点明了美国当下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 杨洁篪表示 我们希望这次对话是真诚的坦率的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大国 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都负有责任 杨洁篪强调 美国国内在人权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 美国应当做的是改变自己的形象 管好自己的事 而不应自己的问题没解决好 向世界转嫁矛盾转移视线 不应对中国的人权民主说三道四 随后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 过去几年 由于中国的正当权益受到无理打压 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这种局面损害了两国人民利益 损害了世界稳定于发展 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王毅指出 美方刚才在开场白中还声称 一些国家认为中国胁迫他们 如果美方仅仅因为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 就偏听偏信 甚至袒护他们的错误言行 那么国际关系就很难正常发展 到底谁在胁迫谁 世界人民自有攻断 历史也会做出公正结论 在王毅也发言做完开场陈述后 中美双方的第一轮交锋结束 此时现场记者应该离开 但美方竟以中方发言时长过长为由 要求补充发言 美国政客新闻网描写道 记者们刚要被礼宾人员引导出门时 美方官员向他们招手 让记者留下来 美外交官们进行了补充发言 请等一等 布林肯说 杨主任 王国伟 鉴于你们讲话超时 请允许我在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 再说几句 从CNN发布的现场视频来看 沙利文摘下口罩 不断对记者们做着回来的手势 嘴里念叨着什么 布林肯也向记者团的方向看去 肢体动作显得有些局促 据美国公共电视网 外交和国防记者 尼克·西弗林推特消息 布林肯和沙利文分别做了补充发言 沙利文称 一个自信的国家 能够认真正视其不足之处 并时刻寻求进步 似乎是在回应刚刚中方指出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等事件折射出的美国人权问题 发言完毕后 按照外交礼仪 中方也应该进行补充发言 然而美视双标此时又出现了 据凤凰卫视记者前方报道 在布林肯和沙利文做完补充讲话之后 就立刻要求现场记者离开 不想给中方回应的机会 王冰汝还补充了一个细节 起初美方只要求中方记者离开 但是在中方代表团和记者的距离力争下 中美两方的记者都留在了会场 完整见证了中美两轮发言 当时杨洁篪首先质问道 你们的出发点是要说明 美国是从一个强有力的角度来说话 干嘛害怕记者在场 没有必要害怕记者在场啊 随后杨洁篪的回应非常高明 他不仅批评美方的发言居高临下 还称驱赶媒体证明美国不支持民主 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我们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 所以我们刚才必须阐明我们的立场 杨洁篪直言 我现在讲一句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 同中国谈话 据政客新闻网报道 一位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 此时拿外交礼仪来说事 指责中方违背外交礼仪 违反了每位发言人第一轮 两分钟的发言时长 但他没有提及 刚才美方在做开场陈述时 超时在先 央视新闻随后报道 中方带着诚意应邀来到安克雷奇 同美方进行战略对话 并做好按双方事先商定的程序和安排 开展对话的准备 但美方在先制开场白时严重超时 并对中国内外政策无理攻击指责 挑起争端 这不是代客之道 也不符合外交礼仪 中方对此做出了严正回应 举世瞩目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于当地时间18日19日 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举行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中美双方高层首次面对面沟通 但在对话前夕 美方却频频搞小动作 不仅访问拉拢中国周边国家 还借口涉港问题 对24名中方官员进行制裁 似乎刻意为本次对话 营造了某种消极的氛围 反观中方则是带着诚意和坚定的立场而来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1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 如果有人认为 中方这次带着诚意来到阿拉斯加 这个还是冰天雪地的地方 就是为了做出妥协和让步 那我会建议北京的同事们 趁早取消这次旅行 何必费这个麻烦跑来呢 希望有关人士丢掉这种幻想 针对美方对中方制裁措施 崔天凯指出 中方已采取反制手段 随着形势的发展 我们认为有必要的还会采取 尽管远在大洋彼岸的 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还未结束 中方代表团的铿锵之言 已经火爆全网 网友纷纷表示 就这么硬气 居高临下 中国人民不答应 可见中方代表理直气壮 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举动 得民心顺民意 长志气 因此必须向远在阿拉斯加的 中方代表送出四个赞 第一赞 诚意十足 我们希望这次对话是真诚的 坦率的 不同于美方代表 在会谈一开场 就指责中国滥发抱怨 中方代表在开场白中 还是保持了基本克制 既坚决回应美方指责 也依据中美领导人此前通话达成的共识 向美方释放善意 再联想到 美国在战略对话前 既升级制裁中国官员 又鼓动日本等国对付中国的举动 中美两方对话的诚意相差几何 显而易见 第二赞 自信满满 历史会证明对中国采取卡脖子的办法 最后受损的是自己 中方代表这句话展现了中国自信和底气 两国相互成就相互照亮 恶意打压只能使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第三赞 距离力争 美方在先制开场白时严重超时 并对中国内外政策无理攻击指责挑起争端 中方代表团在背景吹风时发布的消息 揭露了美方作为东道国 既为奉行代客之道 也不遵守外交礼仪的狂妄 对此 中方距离力争到底 在台湾 香港 新疆等议题上正面回击 揭露了美方无端干涉中国内政的用心 值得注意的是 在回应美方关于中方违反国际规则的指责时 中方代表义正此言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不承认美国的价值就是国际价值 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 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 显然 对于美方动辄以自身利益界定国际规则 对国际法合则用不合则器的霸道做法 中国不认可 更不接受 第四赞 针锋相对 中方过去 现在 将来都绝不会接受美国的无端指责 美国的这个老毛病要改一改了 中方代表口中的美国老毛病 在本次对话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针对美方在人权国家间关系方面的指责 中方都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 尤其是美方在开场白中就对中国发动人权攻击 事实上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美国人权灯塔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疫情灾难未解 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毒瘤未除 美方有何资格抹黑 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人权事业 华尔街日报称 中美议程几乎没有重叠 这表明两国之间的分歧之大 但这也反映出中国在特朗普时期经济增长 以及战胜新冠疫情后 日益增长的自信心 除了送赞 也送给美方一个问题 干嘛害怕记者在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